KPOP 产业迎来瓶颈期 根据韩媒报导 2023下半年KPOP专辑中输量暴跌95% Hype, JYP, SM, YG 韩国各大娱乐公司股价一路下滑暴跌 总市值在5个月内 蒸发了67,975亿韩元 韩国证券研究员认为 这应该是有人为的干预 韩媒推测与限含令相关 中国经济萧条粉丝战斤斗争 让KPOP销量在中国成长受限 中输少了95%以上 形同退出中国市场 让网友们对于KPOP娱乐产业 整体的成长率感到担忧 而部分粉丝认为 这与KPOP近年热衷于闯美的策略有关 似乎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 两者无法兼得 销量数字的具体下滑 是否将会让各大娱乐公司 调整未来的发展方向 也受到各界的讨论与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